這個選舉要到了 總是會發生一些不可理喻 奇奇怪怪 真的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 國民黨的台南市議員黨團 說我來辦一場課綱說明會 這是政治介入教育 說我辦在一間國小 那這個是政治介入校 令人覺得非常難過 108年的課綱非常重要 校長、老師、家長都非常關心 所以教育部會在全國各地都有辦說明會 通常會結合國會議員 我認為這個也是國會議員跟教育部的職責 我們要讓新課綱 讓更多的老師、校長、學生、家長都可以了解 所以課綱的說明會全國各地都在辦 只有台南市國民黨議員黨在那 真的是非常莫名其妙 國民黨的立委也在辦 所以這個說明會是不分難運 當要指控一件事情 應該要做好後刻 否則這種烏龍指控 實在讓人啼笑皆悲 這國民黨的立委啊 像柯知恩委員 他也辦過這樣的課綱說明會 他辦在板橋的一所學校裡面 這問題就來了 課綱說明會你不辦在學校 不然辦在哪裡 辦在你國民黨的台南市議員黨辦公室嗎 我們辦在學校 並不是做政治宣傳 也不是說為某一個人的選舉造勢活動 他的內容就是國民議員跟教育部合辦的課綱說明會 所以希望在討論講解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就事論事 如果錯了當然我們接受 可是如果無理群啊 為了選舉造勢莫名其妙的指控 如果用課綱來做為政治的一個藉口 說如果我繼續辦 那國民黨的台南市議員會黨團 就要來杯葛教育預算 就要把這個校長教聚執取 霸凌 這像話嗎 你刪除教育預算 傷害到學生的受教權 傷害到學生的家長 當全國各地啊 大家都希望能夠趕快把108年的訓課綱 讓更多的校長老師家長了解的時候 只有台南市啊 出現這種烏龍爆料烏龍指控的事情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難過 也非常的啼笑皆非 我必須要做以上幾點的說明 來跟大家分享 我一起分享 我會做小禮拜 我記得這個網友 所以你每次都在我 看這幾個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